一開始就來看到年末了 今年中國大陸有一些亮點的產業 真的可以說是全世界遙遙領先 第一個呢 手機真的是突飛猛進 還有呢 這個是造車的這一塊 中國大陸今年絕對會是世界第一名的出口大國 我們先來看看 其實中國大陸汽車出口呢 以11月來說已經441.2萬輛 如果12月又是大概三四十萬的話 今年就會出口480萬 這真的是遙遙領先第二名的日本 那真的是會比日本還要來得多 那另外呢其實中氣協會的副總工程師 他提到今年中國大陸的產銷 會來到3000萬這個等級 3000萬非常的嚇人 那明年呢他們也有專家說 預計會來到3100萬輛的產銷 我想問一下大使你怎麼看 因為這個3000萬你要做一個對比來講 就是美日韓德四國加起來的總量 美日韓德 這很恐怖 對對對 它的量就是這麼大 那外銷的話 事實上的話大概就是480到90萬 當然這裡面 這個490萬裡面有一部分是外企的車 對 比如說SM 合資的 合資的SM 因為英國也是中國的汽車重要外銷市場 是啊 那SM是一個重點 另外還有就是Tesla 對 從中國搶出去的 從中國搶出去 另外還有這個Volkswagen 就是大眾 大眾 所以這裡面就是說 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中國大陸在讓外企在中國 也享受非常大的怎麼講 一個自由競爭的空間 那外企也發覺在中國大陸生產汽車的優勢 對 甚至他認為除了中國市場外 中國大陸也是一個很好的生產基地 然後往外外銷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來這個市場的營造 跟這個產業的營造 他當時的眼光是看得很遠的 他不是短短的看這個 這個就是說 很多國家 你像印度這種國家 他就沒有遠見 對 你進來外企被你砸 整得一塌糊塗 外企墳 對外企墳 把你砸一塌糊塗 誰還敢再外企 誰敢來 可是你看西方的這些大企業 他在中國 在中國大陸生產 第一個他很少抱怨 他說 我受到歧視 或者說不公待遇 歐克斯拉可能有 那特斯拉的老闆 那馬斯克 愛死中國大陸 他說中國人好勤勞 很棒 跟美國沒得比 沒得比 所以他看到中國的優勢 不過我覺得那個 市場的那個競爭的 那個環境的營造 還有就是說 他在這個 對外企他所經營的項目的這種 這種寬容度 你可以看出來 很少國家做到這個程度 因為汽車是很敏感的 對 他是一種龍頭性的工業 而且是代表性的產業 產業鏈 產業鏈 所以你看美國 大國強國 都有他的汽車工業 美國 日本 德國 美國 日本 德國 對啊 英國 你像韓國想要力爭上游 就是從他的汽車業 打天下 那可是現在就是說 看起來中國大陸 是後來居上 然後就變成 就跟中國大陸 自己的這個汽車 產業的這些 這些領導人 他就說中國要引領下一個 第二個一百年 汽車這個產業 第二個一百年 第二個一百年 前一百年事實上是 油車 機械 為主的這樣的車的 引領風騷的時代 下一個一百年 就是智能化 然後新能源 電車 智能化 再加上什麼 這個好 萬物互聯 汽車變成什麼 汽車 因為雷軍有人說 他說我們去造車 人家跟我講 其實電車就是一個 大號的 特大號的手機 那他說好像也不是這樣 當然是沒有錯啦 可是我覺得 將來電車 還有未來的汽車 即使是你用 你用油車的話 你會發覺 手機的性能部分 跟汽車會充電很厲害 也就是說 他會變成一個什麼 他變成一個 所謂的運輸的工具 他也是一個 你的工作的夥伴 更是你的 可能你的心靈上的好朋友 心靈上好朋友 因為他的人工智能 對不對 就跟我們有時候 拿到華為手機 有時候這個 會跟小易一下說 小易一下 小易小易 心情不好 你講幾句好聽的話 真的 他就講得很好聽 對 所以他是一個你的好朋友 他是一個好朋友 對 真的 所以就是說 這個就是未來100年 真的 那現在中國大陸 事實上歐洲也承認了 中國大陸在新一代的汽車裡面 中國現在大勢領先 遙遙領下 對啦 剛剛大使說到 跟這AI對話 我真的有經驗 因為我去中國大陸的時候 百度智能在飯店幾乎都有 很可愛 你說小杜小杜 欸我在呢 然後就跟他聊天 對 而且答得很妙 對他回來很妙 我想要播一下林俊傑的歌 好他就開始播給你聽 這是心靈 那個我們的雞湯 那不管怎樣 大使講到一個觀點 中國大陸的車競爭很激烈 其實M9還說 我們問屆的系列 明年全年要銷售60萬輛 那等於是一汽Audi的去年總銷售量 這也是很驚人 然後12月26號 問屆的M9正式公佈了 他有十大黑科技 那我們今天會介紹幾個 售價不便宜 46.98萬 到56.98萬人民幣 然後現在預購量已經突破了 5萬4千輛了 然後俞成東就說了 我們真的熬過最艱難的寒冬 寒冬 然後呢他續航力 52度的版本 他可以來到1402公里 這是油啊 還有那個電的混合 純電的話是275 42度是1362 然後純電是225 我想問一下大使你怎麼看 我覺得他這個性能 當然是有極大優勢 他基本上還是油電混合 不過中國到油電混合 跟日系的 跟這些歐系的不太一樣 他比較簡單 對 你看這個裡面 它的續航力1400 驚人 也就是你油缸加滿 你就一直可以開到1400 這是一個很大的吸引力 對一般的車 汽油車的話 你就是大型車 你油缸加滿 你大概差不多700到800 已經緊繃了 已經緊繃了 這個1400 對唄 中間還有這個 等於說用電的 電的可以取代到 純電的話是275 那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競爭力 對 不過這個MM7 問界到現在的這個M9 我覺得他是一個 問界系列可能 他一個比較高端的產品 有人說旗艦 售價是滿高的 售價高到 我覺得比我認知的M7 大概高了快一倍 那他這裡面當然有很多黑科技 在裡面 那也就是同樣一款車 你可以看大陸的汽車 我認為他們的行銷概念 現在是一個很成熟的行銷概念 他會打不同層級的客群 對 不同需求的客群 是 有些人需要比較簡單的 小家庭的 剛起步的家庭 他不需要買到這麼高價位的 那他可能買M5 然後再加上比較中 比較中 他也是一樣 N7 大概26萬 到30萬 那你這個一下就到40到50萬的 那就比較高端的 想要用汽車來代表身份 想要在汽車上有更多一些享受 這種客群 那所以其實任何一個產品 你一定要有你的所謂的你的 你的 你的 鎖定的顧客群 對 所以我覺得問界他明年可以就是說 他是整個問界系統 問界系列 他要60萬輛車 事實上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一個挺有雄心的 雄心 因為這個車事實上的話 並沒有 這個華為事實上 這個他是跟愛麗絲合作的 賽麗絲合作的 那他提供裡面是所有的這些 所有的這個智能座艙跟智能駕駛的 對 那他這個智能駕駛 這個可以說相當的精彩 因為他這個是要用高度運算 對啊 高度運算的 他可以在 不會完全被你的這個 GPS的東西誤導 你說GPS的東西 他有他的地圖 他有的時候 有出現過很多怪事 對啊 他把你帶到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然後呢可能帶到懸崖邊 或者這個路已經出來了 他還沒有 因為這個地圖要不斷的update 那他可能趕不上 可是這個華為的問界系統啊 他有自己的運算能力 對 這個要有一個大的算力做基礎 對 那麼對於地形地物他可以辨識 然後立刻排除障礙 然後找出新的道路 這個就是一個我覺得他 那個過人過車之處 對 不是過人 說到了這個就是要提到他的黑科技 這次有10大黑科技 但我們講幾個 第一個是問界M9呢 把聚能化的武裝到了底盤 叫做數字化 數位化的底盤 另外呢 搭載是百萬像素的智慧投影大燈 然後呢 其實還包括了是有一些 車燈化身投影儀啦 實現3米近距離的投影等等 那他可以投影字 然後另外呢 還有包括升級的 就是ADS2.0的智能輔助駕駛的系統 然後呢他可以呢 設計是192線的激光雷達 就是呢 這個自動駕駛的這個能力更高了 所以呢可以精準的辨識車輛啦 行人啦交通設施等等 不依賴高精地圖 那說到了這個重要自家系統呢 其實來看到 那華為啊 這個自家系統 非常的光學雷達很強 它的呢 測距能力已經達到150米了 那提高自家的應用 所以中國大陸商務部傳出來說 考慮要把光學雷達列入了禁止的項目 意思就是 這種自動駕駛物領先啊 這個技術很重要 對我覺得這個要有智慧財產權 因為事實上這個智慧財產權 不管對華為來講 對很多大陸的這些 有競爭力的國際大產 他都投入大量的資本 那如果說不能把這個智慧財產 好好的保護的話 被人就拿去這個盜用 或竊據的話 那誰還願意花這麼多錢 去做這種新的技術 新的科技的開發嗎 那我想華為在這裡面 華為本身它的廠 基本上它就是25%的這個 這個income是投資在R&D的 所以這個是非常大的投資 我覺得中國大陸 現在已經變成一個 所謂的創新國家 創新國家就需要 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那中國大陸不管現在各產業 各行各業 在全球的這個專利的申請比例 都是第一名 所以它的自動駕駛現在是遙遙領先 遙遙領先 我覺得他們叫光達 這光達我覺得 光電雷達 這個部分我覺得就是要 要中國大陸採取的 非常正確的做法 你一定要保護 要不然這個 這麼大的投資 事實上的話 你被別人這個 無價取得的話 那就是蠻可惜的 另外這種 這種自動駕駛 它基本上現在的電動 現在這種所謂的 智慧駕駛車 車上最多是雷達跟攝像頭 那它這個雷達 這個等於就是說 它可以把100多公尺之內的 這種障礙地霧 看得清清楚 看得清清楚 然後去過大的算力 那可以怎麼樣 可以避災 可以提前警示 那可以預告你這個車子 要到達目的地 你怎麼走 現在的 我看大陸的一些 最先進的自駕系統 你基本上就是這樣 你就在你這個地點 你只要把你的目的地 輸進去以後 你就開始走 它就把你帶到那個地方 這太厲害了 對對對 有的時候連路都不用你自己選 它就直接把你帶到那個目的地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 就是說要比這個 這個歐洲 歐洲車系已經領先非常多 美國也是領先很多 是 因為歐洲事實上 這個自動駕駛 像這個Mercedes Benz的自動駕駛 那我有聽說過 它在處理危機狀況的時候 它的反應會讓你怎麼樣 是 會讓駕駛人會受不了 它比如說 又要狀況的時候 它是快速超越 它不是被逼 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很多時候 駕駛人會非常的恐怖 有一些駕駛買到 比較先進的 像Mercedes Benz的自駕系統 它會跟那個廠商講說 能不能把它關掉 太恐怖了吧 能不能把它關掉 因為這個東西 對駕駛人來講 我寧願相信我自己判斷 因為你那個時候 你完全你的車子 被自駕系統綁住了 被它取代了 你的研判能力的時候 它的反應會讓你覺得很奇怪 就是說會覺得沒有安全感 所以這個自駕 這個真的學問大了 學問大了 然後那個時候 做臨場的應變處理 來避險或者說 找到最好的解決方案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困難的問題 所以自駕這一塊 中國大陸現在是遙遙領先 為什麼呢 中國大陸這個 車的環境 還有競爭力是很強的 我們剛才提到了華為 有M9 但是小米也要造車了 我們來看一下小米的部分 造車長這個樣子 那個雷軍有說 小米汽車會有點貴 然後要媲美的是寶石捷 還有Tesla Model S的車 然後他說我們的定位叫C級的 高性能的生態科技的轎車 先進行動智慧的空間 你可以看到寶石街長這個樣子 這個小米車長這樣子 然後Tesla Model S長這個樣子 的確是有點像 那其實呢華為這個小米這一塊呢 他說我們這小米S7 SU7 我們的中文就叫蘇7 然後呢重點是呢 它其實它的效能也蠻厲害的 比如說它有101這種電池的 續航力是800到750公里 另外比較低一點的呢 其實也有668公里到628公里 它的電池事實上 我了解它不是自己生產 它是用這個 寧德跟BRD 寧德跟BRD的 當然這個續航能夠到800 事實上是非常非常了不起 因為現在一般大概到600就差不多了 還有5500 600 所以它的續航力 是它一個很大的賣點 那它沒有講它的充電時間 不過我想就是說 以中國大陸在電池方面領先的話 這個車它能夠續航到 它兩種Model的話 一個668最多最高 一個800 我覺得就是它的一個競爭力 那它這個基本上 我覺得它的定位 它提了兩款車 那它是把它綜合起來 那它把這兩款車把它綜合起來 就已經看出來它的產品定位在哪裡 是高端的 對 比較高端的 然後 這個 Tesla Model S可能是 就是說它的假想的競爭對象 對 因為這個是一款電車 Model S是電車 所以它這個純電車 基本上我覺得它就是要跟 Model S來搶 這個 才搶顧客 所以而且它定的很高 它都以Tesla作為一個假想 然後以這個 保濕捷作為一個假想的對象 那這輛車看起來 我看 目前實體車還沒有出來 這是公佈出來的一些相片 那造型是蠻有 蠻有競爭力的 蠻有吸引力的 某種程度上你看 某個角度真的像Porsche 對 某種角度 好好看喔這個造型 某種角度又像這個Model S Model S也是Tesla最新的款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大陸現在這些競爭 這些產業競爭 尤其工業產品 現在這個概念是很成熟的 你一出來 不是自己跟市場不連接 不接對地氣 它一開始它就鎖定它的 就是它的對照組 對照組出來 產品定位就出來 定價策略就出來 那小米有一個優勢 就是說小米有全國性 還有全世界的行銷據點 我覺得它做全球行銷 它有它的優勢 也就是說 對於一些純汽車工業來講的話 建立全球自己的這種 所謂的代理行銷系統 我覺得它是很有經驗的 因為我們在台北 小米的據點就很多 對很多 所以它公司自己本身 有它的這些怎麼樣 累積的經驗 很快的它如果這個車子 進入到市場 它這個行銷管道是不一樣的 車子有時候靠行銷 那你如果自己行銷系統不夠的話 那你的成本就高 成本就高 那你如果都委託給這個 外國的這些代理上來講的話 那你自己的利潤也很難掌控 是的 所以我覺得小米會踏入汽車 是對於這個 基本上我認為 就是它對自己本身的全球化行銷 然後全球化步點的這個能力 跟它的能量的 一次信心的展現 那車子來講的話 小米造車 你說跟華為造車有什麼不一樣 對不對 那這個車 小米也是跟這個 它可能跟比亞迪也不一樣 那它一定有合作的對象 合作的對象 那我覺得它不會 從零開始自己設車廠來生產 那大陸現在汽車品牌上百把 那能夠找到的合作對象 應該是蠻多的 不過這輛車 基本上它 正式的實體展現在市人面前 可能還要等到明年了吧 對 因為他說還要再等一等 但是他有提醒說有點貴 另外其實雷軍 他有怎麼樣呢 特別致敬的商訊 在電動車當中的一些先行者 比如說他致敬了比亞迪 他也致敬了華為 說你們真的很棒 還有未來等等 因為中國大陸車真的太多了 另外來看到是說什麼呢 因為他也提到說我們造車呢 整個研發投入100億的人民幣 第一輛車就投入3400名的工程師 光造這個蘇漆了 另外來看到是說什麼呢 他也說三年要賣90萬輛 然後有很多的職缺要來開 然後德國信使報也說 中國道電動車真的領先我們好幾年了 比亞迪贏得了歐洲大訂單 那講到是什麼呢 比如說奧地利 有八項的聯邦的採購案 這個呢 比亞迪就拿到了相關的採購案 因為呢他們也說電池真的 重道路遙遙領先啊 另外還有來看到是 比亞迪呢還有呢 仰望U8現在呢 他也是銷售量非常非常的高 他說一週就可以有365台 那比前一週還多賣27台 那大使不斷的推送他 他這個仰望還可以在水裡 行走30分鐘 因為我在網路上看到 有人去試他這個 在水中的行徑 確實他就是走了半個鐘頭 而且他是用他的輪胎在帶動 帶動的 而且轉方向牌是很深的 而且他事實上他的整個這個 這個基建是淹在水裡面的 他打開來看他淹在水裡面的 所以他是防水 很厲害 那車廂裡面呢 他完全是密閉的 水進不去 可是他只是 他這個不是要把它當船用 當然不是 對對對 他基本他不是水路兩用 他基本上就是說 你遇到了特殊的地形 你可以用這個半個鐘頭 保命 這個是高安全 還有一個他就360度轉彎 對 那這裡面也是黑科技很多 不過要賣到 基本上107萬人民幣 事實上他基本上 他我們想市場區隔來講 他就打豪車嘛 那豪車那基本就是 譬如說啦 譬如說這可能就是大 這個所謂的這個 賓士 賓士的400 那還有就是說 還有就是這個 B&W的大漆 大概就是這個價位的 不過他是SUV 而且他的車 可能體積更大一點 那應該算是一個豪華型 然後有具有先進科技的一個 一個什麼 一個大型SUV 大型你看了這個車之後 那個或者他宣傳片 或者人家試駕的感覺 你有心動嗎 我有心動啊 可是覺得價位蠻高的 重點是台灣又不能買 台灣又不能買 那這種車的話 就是說我覺得 你如果要長途的話 基本上應該是非常享受的 大車 然後視野高 然後內部的享受 然後所有的電 所有的智能座艙 智能駕駛這方面 事實上的話都是最先進的 那這方面我覺得 如果喜歡玩車的 或者說財力很優秀 我想一定是想買一台這個車 真的 上一次這個加州州長 不是試駕以後 他說還要買兩台 還買兩台 對 所以喜歡玩車的 或者就是說 財力比較豐富 我覺得很多人都要考慮 即使他已經有兩三台車 他可能還要一台 還要有一台仰望 仰望 這個當然就是說 這可能是民族主義 中國大陸這個 買得起這車太多了 太多了 那第二個就是說 民族主義情懷 另外方面 也對這個車 也確實有好感 有興趣 有好奇心 真的啊 如果在中國大陸有開了 這個仰望在路上 真的是非常的 很得意 然後這個華為的M9也是 好美國呢 要圍堵中國大陸想要 在周遭足包圍網 但是呢 來看到現在菲律賓 你真的是 之前昏過頭 你現在醒過來了嗎 還是你的話真的不太可信呢 大使你怎麼看呢 因為呢 小馬可是他最新的說法 他接受NHK的專訪的時候 他說 雖然啊 美國在幫我們啊 進行海上的巡邏 但是 我們希望自己解決 南海的問題 努力維持人愛交的存在 也要確保呢 向納里的人民提供補給 中國大陸也沒有 唯獨你的補給嘛 然後南華理工大學的研究員 彭聶老師就說 其實小馬可是可能 只是權宜之計 要把南海問題 要納入雙邊軌道 才能夠降低衝突啦 然後環石的社評就說 你啊希望能夠說到做到 你不能啊 只是怎麼樣呢 嘴巴講講 後來又來挑釁 不然你會竹籃打水一場空 對其實我認為整個來講的話 馬可是大概一定認慫了 認慫了 因為他的話已經 話中有話 我覺得他都是在找 台階下 因為這個就是說 12月9號跟10號的兩次 中國鐵拳出擊 真的 對 因為他進黃岩島的那三艘船 已經進入到黃岩島的領海範圍 3.5海裏內 那中國的海警船就開炮了 而且是左右夾攻 左右夾擊 而且那一艘船是海洋支援部的 菲律賓的公務船 他不是一般漁船 也就是你公務船 他也照樣開炮 你那麼小台 對而且那個水炮 其實你不要以為 他的威力不大 他那個打上去 你的船上面很多 這種機密基建就完蛋了 所以他雷達壞了 對雷達壞了 菲律賓有敢抗議嗎 有在那邊說賠償嗎 提都不敢提 真的 而且有時候很多 我看很多人在分析 基本上這一次他 9號跟10號分別在黃岩島 跟這個 仁愛礁 兩度挑釁 基本上是認為 他要製造事件以後到 12月17到19 在東京舉行的這一次 日本跟東協50年 這個紀念峰會裡面 他要在裡面 希望日本還有這次峰會裡面 所有的東協國家 他要來聲援菲律賓 沒有啊 可是基本上是零 所以他這個 這一個五億算盤 我認為是落空 那有一點點就怎麼講 泄了氣了 所以他在日本 雖然照他原來的預定 還是告狀 這個要跟日本合作怎麼樣 好啦 日本是送了他案基的回答 可是這個是老早決定的案子 這不是他這次去柴油的 然後還就是送他 菲律賓的一些什麼 一些破船 一些日本逃下來的 巡邏艇 好啦也是比較厲害 那事實上日本最近 我覺得上一次那五十週年 事實上對菲律賓是 就案重提啦 就啊這就是沒有 那事實上給這個 給馬來西亞跟印尼的 那種援助 我感覺也是背水車心 結果日本現在的國家 沒錢了 沒錢了 對就是硬撐 也撐在那邊 也拿不出什麼實際的東西 跟美國一樣啊 那這件事情發生以後 9號跟10號的兩次 中國大陸鐵拳 那麼美國人事實上有一點點 也認慫 美國也沒有幫忙啊 沒有 不但沒有正式 立刻做出軍事反應啊 你的所謂的 你的這個 濱海戰鬥艦再進去啊 試試看沒有啦 沒有 那措辭也很 也很微弱 對 也很蒼白 所以就是說我覺得這件事情 馬可氏我覺得 他是覺得踢到鐵板了 對 然後接下來他就他外交部長 打電話給王毅 王毅 王毅講話非常強硬 王毅講話什麼呢 現在 慎重行事喔 中國大陸會依法維權 堅決回應 然後呢 但是我們來看到他們的這個 武裝部隊的發言人 他又開始嗆聲 他說什麼 菲律賓根本沒有在南海挑起衝突 多邊巡邏 是總統 維護專屬經濟區主權的 這個轉變的一個方面 然後呢 估計明年還有更多的巡邏 然後呢 毛寧接著回嗆說 你違背自身承諾 違背的國際法跟南海各方行為的宣言 責任就在你菲律賓 其實這個專屬經濟區 事實上你要劃設 你要公佈 你有法令公佈 我們都重疊啊 誰承認 對啊沒有人承認 可是你要看他今天他沒有講到 島礁的主權 他是用維護專屬經濟區 專屬經濟區那麼大 200海里耶拜託 專屬經濟區的話 你裡面有經濟衝突嗎 是啊 也沒有經濟衝突 我又沒有維 那個什麼不讓你去來捕魚 對啊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 菲律賓的整個畫風 都在慢慢在轉變 那也就顯示出事實上 真正在處理領土糾紛 還有就是說敏感問題的時候 外交還是有它的局限 而是實力的展現 實力展現 中國大陸集結了 菲律賓集結135艘鐵科漁船 這個是屬於海上民兵 然後又發掘這個集結了大部分的 這種海警船 中國已經把南海搞成中國的 這種內湖了 那事實上是沒錯 因為 因為仁愛礁的附近離 美濟島就19海里 美濟島非常大 對 美濟島 中國大陸不會允許 仁愛礁出差錯 不會 所以菲律賓不是很多報告傳聞 他要在這個 這個永暑礁 不是這個仁愛礁上 建立永久的這個建物嗎 那別傻了 不可能的 你這一次溜上這個 仁愛礁 你的菲律賓的三軍參謀長 還是變裝易容上去 對啊 還是經過中國大陸的海警 檢查過 放行 他才上去 上去他才把軍服穿起來 所以這個就變成 菲律賓內部也有很多聲音 對啊很多聲音 我們來聽聽看 因為呢人家是怎樣經濟理性的 知道說你打打鬧鬧 真的對菲律賓沒有幫助嗎 我們先來看到這一位女首富 ABSAN集團的副主席 他在很多的東南亞都有呢 進行賣場 非常大的一個副主席 他是女首富 他說中國道路跟我們靠的很近啊 我們真的不能太敵對好嗎 必須要透過更和平的方式來談判 來解決問題 所以人家希望這樣子嘛 和平解決 另外再來看到是 非洲亞洲世紀戰略研究所所長 他說呢 菲律賓呢這個海岸警衛隊 跟呢 美國其實是怎麼樣 故意挑起事端的啦 就是要執行美國的妙手計劃 然後也提到說 我們就是要故意呢 配合美國 然後變成好像 把中國大陸描述成惡霸 然後破壞中國大陸的國際聲望 他也提到說 到底是誰在搞這一出呢 就是來看到就是 美國有一些官員在做這些事情 所以呢菲律賓才會呢 配合演出 對 這所以菲律賓的明白人也非常的多啊 對不對 他們事實上 他們自己內部都提出了很多 質疑馬可思政府這個做法 那最主要還是 杜特蒂 他們這一些 你看杜特蒂這種前發言人 講得非常的 這把菲律賓的臉丟光啊 這個是菲律賓的 當時的這個 杜特蒂的前總統發言人 他說我們真的要為我們國家感到恥辱 今年前往9個月 中國大陸對越南投資是29億 我們佔越南大概15% 就是中國大陸投資 越南佔他外國投資15% 那同期呢 對於菲律賓的投資 只有1220萬美元 低於去年1480萬 所以南海問題 就會讓中國大陸資本 避開菲律賓啊 一定啊 不但避開而且還會撤資 對啊 對如果雙方的衝突 繼續往下 往下 就是說往 繼續朝這個惡化方展 那中國大陸一定撤資 那你更不要想說 想要從中國大陸行的這種基建 這種協助 對 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菲律賓也是對象啊 可是你看看 東協國家裡面 越南拿到好處了 對不對 現在拿到投資那麼多 另外基建項目 這次這個 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軟負重 軟負重啊 中國大陸要幫越南 蓋鐵路啊 蓋鐵路啊 稀土啊這些合作 都出來了啊 然後這個 亞萬高鐵啊 哦一百萬人次 嚇死人 對啊亞萬高鐵 印尼也拿到好處啊 那中 中老鐵路啊 中老鐵路啊 然後現在要沿到這個 泰國啊 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菲律賓這些搞下來 得到什麼好處嗎 沒有啊 沒有什麼好處啊 那事實上的話 中國大陸是菲律賓外銷 可能是最重的 前兩名市場之一啊 所以我覺得馬可斯是不計名聲啦 只搞他的這種 政治外交的一種挑釁 得不到任何好處啊 那我覺得 本來就是杜特蒂已經跟他 在很多政策上 對他不滿了 對 那尤其對於這個 中國大陸政策 你記不記得當時 杜特蒂到中國大陸的時候 那時候我記得 他從大陸承諾的 大陸的這個 資金的投入 是60億美金 所以過去我想 杜特蒂承諾 他是慢慢在這個 對現了 慢慢再怎麼樣 實現的過程 到馬可斯這個作為的話 大概就全部停了 全部停了 那你美國給的馬可斯是什麼 沒有啊 看起來沒有東西啊 對啊 美國就給他一些 給他破爛船破船啊 然後 逼著他一起去南海挑釋 那菲律賓老百姓得到什麼了 沒有 所以小馬可斯 一直有人懷疑他的動機是什麼 是 對他的目的是什麼 因為他現在也等於認慫了 你現在你看從這個 他從菲律賓回來以後 從東京回來以後 菲律賓的所有的 挑釁行動 現在戴然而止 真的耶 戴然而止啊 你能碰得過 中國大陸他本來賭 反正就是說 我要你是大欺小 我就把你的形象弄回 怎麼樣 你會怕我 中國大陸才不怕這一點 對啊 你去告狀吧 我今天捍衛我的領土 還怕別人講話嗎 我現在只是說 不想要怎麼樣 跟你搞壞關係啦 不是 所以我還忍著 還忍著啊 他不是說什麼把你這樣 會擔心什麼的 他事實上就有一點 因為菲律賓人事實上 其實在這個東亞亞人裡面 他們是怎麼講 最機靈的 最調皮 調皮機靈 小聰明是很多的 是是是 然後呢 可是他不像越南人 他比較像中國人 有這個儒家的傳統 那你不要看柬埔寨 柬埔寨 曾經是整個東南亞的 最強的國家 他有很強的文化的傳統 那再加上像馬來西亞 這馬來人他們事實上 馬來印尼他們都是一個體系的 也是一個長久的文明 也創造過比較高的文明 他們的形勢體系都不一樣 泰國 泰國也是也是東南亞的大國 陸陸的大國 那他們跟其他國家相處 是比較有經驗 菲律賓是東南亞的海洋國家 那他有海洋國家的活潑 這種開放的性格 可是問題他沒有這種 你在西方去殖民這個 西昌西班牙到殖民菲律賓的時候 菲律賓的文明水準 基本上跟整個東東南亞國家的 這些陸陸全國家是不能比的 對 越南北部是秦始皇時代 就已經列入中國的土點 膠質 這個就是說項菌 項菌就是秦始皇的時候 就已經射菌了 所以他跟中國的文明幾乎有 同樣的一個悠久的歷史 然後你看東南亞其他國家 都是很有他的這種 所以他不會像這麼躁動 這麼頑皮 這麼樣的 有的時候 受了教訓才學到 還在學習教訓 那我覺得菲律賓基本上 所以他是整個東協國家裡面 一個怎麼樣 一個什麼 一個陶學生 陶學生 跟中國大陸在處理問題 就不像越南 馬來西亞 印尼他們處理的方式 是比較沉穩 他是非常躁動的 非常非常調皮 不理性的 那可是他一遇到了強大的 這種震懾力量下來了 他又發覺他們好像就會退 這就是菲律賓民族性的 一種展現 所以我覺得 就中國大陸不假辭射 然後 就是說 震懾已告知的時候 你看菲律賓立刻就認爽 轉了 我認為 菲律賓將來所有的挑釁行為 絕對是降一級 然後現在 中國大陸跟美國之間的 軍事高層溝通又恢復以後 你看看我覺得菲律賓太看在眼裡 對啊 他本來以為靠著美國 老大都走了 靠著美國 哇他就可以挑戰中國 你用什麼挑戰 想太多 你用你那個海洋支援部的那艘 那艘破船 300 300噸的 面對中國大陸 3000噸 3400噸的海警船 你憑什麼力量 人家也沒有開子彈 人家就用水炮 水炮那個效果 可以把他那個船打得吸來 對 真的 所以呢菲律賓 那個大使的意思就是說 菲律賓的話呢 其實就小馬可視他的一個從政來看 真的是不可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層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何外的選控 Food feel good Food feel good 交給一點點 Food feel good Food feel good Food feel goo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